爆发欠辛事件的华龙公司 整个罢工事件越演越烈 为了阻挡资方把设备运出工厂 有女员工情绪激动 用肉身阻挡之外 还有头发斑白的老员工 在现场掉下泪来 不惜用肉身阻挡货车进入 上百名的华龙员工 更使出了非常手段 不妥协也不肯离开 抗议民众带来的绳索 套住每个人的颈部 一个扣一个 避免被强制抬离 反应激烈的还有她 这名华龙女员工 前一天不惜站在路中央 用肉身阻挡吊车离开 罢工职员群起激愤 争取自己的劳工权 我已经能够以肉身 去挡他们的车了 他还竟然这样出个活高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 我要怎么走啊 老子就分的起始点 时间可以回到三个月前 苗栗华龙公司 宣布倒闭 被法院拍卖 由苗栗县副议长 接手产权 7月20号 那华裔就拍卖完毕 而且点交完毕 那一些所有的财产 跟华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待了几十年的员工 不满资遣费 退休金通通打折 爆发欠行事件 双方和解谈不成 劳方采取激烈抗争 和资方 僵持不下 中天新闻洪志明 苗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